一句正义的死刑事件案 将在20号下午3点宣判 决定目前37名死囚的未来 但最新民调显示 83.2%的民众不赞成废词 85.3%认为法院该保留判死的选项 更有高达87.3%的国人认为 死刑没有违反国际潮流 什么叫做罪有应得 什么叫做罪行相当 台湾对于死刑的民意 不是一时的暂时 或者是轻松的感觉 而是非常强烈而坚定的意志 要用司法判决的方式 对抗或者撼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对司法公刑来讲有很大的伤害 贝斯联盟多次主张 死刑违反国际人权公约 而且有误判风险 但看看陈说别任内曾枪决32人 马英九任内也执行了33件的死刑案 蔡英文执政8年只枪截了两名死囚 难道都是误判 都是违反国际潮流吗 更让人纳闷的是 宣理死刑失刑案的15名大法官 扣除回避的3人 只要过半 也就是只要7名大法官赞同 竟然就可以否决 台湾八成反费死的名义 连刑罚做最坏事的人 都不能被处罚到急刑 这个社会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真的有冤狱 我们一定要找出来 但是不宜把整个死刑 一概而论通通推翻 是不是鼓励一些重刑犯 他一定不会被判死刑 增加社会动荡 社会不安 杀了那么多人还不判死刑 司法的天平上就倾斜了 死刑的存费应该是交给 最高民意机关的立法院 来做决定的 3人性名代执行的死刑 包括唯一女性的金氏媳妇 林玉如 一年内为了诈领保险金 杀了亲生母亲婆婆跟老公 最后2013判死 却拖了10年不执行 现在律师更强烈主张 她有心智缺陷 还有手法残忍 像是2008年犯下 国中女老生命案的 游逸臣 苏志孝 闯入被害人家 用胶带捆绑并强盗 接着再用电源线 将她活活勒死 还有黄霖凯 只因为不满女友提分手 先是将对方母亲勒弊 再对女友强迫性交 并以同样说法狠心杀害 而且事后竟然毫无罪恶感 一旦死刑被认定为限 将不再执行 不仅被害署家属不能接受 社会恐怕也将面临 前所未有的震荡 谢谢夜伟 理论剑云 艾香组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